土城广府里的里长 20年来推动绿美化 也利用木栈道下方的水工设置 雨水回收系统 积极推动低碳生活 在今年就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低碳永续家园的认证 这个管子就是我们原来就预有的 流水管从那边水沟炸起来以后 那么管子的那个加压马达 放下去把水抽出来 抽到那里抽到那个桶子那边 放在桶子大桶子 然后再由那边来浇出一些花 土城广府里里长所介绍的 雨水回收系统 就隐藏在这条木栈道底下 雨水经由水管 储存在底下的水沟 当需要用水时 利用抽水马达及水管就能使用 不过要有效收集到雨水 必须在适合的季节 雨水回收固然就是采用 夏天的机率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比较热嘛 所以花像我们人一样 也要是要饮水 那么水分不够它会死掉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利用下这个雷阵雨 收集起来的水 雨水 然后拿来浇花 那这浇花 因为这片很长 所以大部分都是自工在处理帮忙 那这样的话 一年可以省下很多的水汇 里长说这个系统可是已经长达至少十年之久 另外绿美化也是里长积极推动的低碳生活 加上里内环保制工及义工的帮忙 二十年来为广府里打造多处林荫大道 走在步道上一点也不用担心会晒到太阳 那公众记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公共区域 包括国民运动中心 这个整个这些树都要有人去管理 有人要去种 种好以后 然后再推动到整个社区 包括向道的利美化都做起来以后 那整个温度就会降低了 广府里里长多年来推动雨水回收 绿美化等低碳生活 在一百一十年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低碳永续家园的认证 可说是实至命归 而里长说未来会继续推动 为地球建一份心力